財資大道 林潔盈 何文傑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講開現在的企業 其實都一定要提到ESG這個話題 今天請到這位嘉賓和我們討論 就是恆志公司行政總裁 毛宇文Anita Hello,Anita,你好 早安 早安 早安,Race,早安,Raymond 這次Anita上來和我們討論 ESG和他們的關係是怎樣 近年ESG以至氣候變化等議題都很受關注 但目前全球沒有統一的ESG審核標準 每個市場、每個地方、每間公司 都可以找到自己不同的方法去做 當中怎樣可以提升本身ESG的水平呢? OK,好啊,麻煩你,Grace 好像你剛剛這樣說 ESG現在其實還未有一個供應的全球標準 但市場上其實已經對ESG的核心 是有一個共同的理念 就是怎樣將ESG實踐 融入在公司的戰略和營運那裡 其實當公司的企業的營運 融入了ESG這個因素之後 之後就是關於如何去披露相關的ESG資訊 讓大眾和投資者其實是了解到公司 在ESG的進程去到哪裡 雖然沒有一個標準化的框架 但市場上亦都存在了一些比較普及的披露標準 譬如大家都知道的TCFD 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作小組 或者是ISSB大家的國際可持續準則 理事會所做的一些披露準則 很多時候公司一般都會根據這些國際的標準 去進行一些披露 當公司披露更加多的ESG資訊 提供透明度的時候 其實評級機構就可以更加準確地評估公司的ESG水平 通過這些水平其實未必只是對大眾的投資者有利 公司自身都會有一定的受惠 因為他們可以進一步了解到自己的位置 改善和增強ESG的水平 ESG的設施面很廣闊 E是環境 S是社會 G是管治 由內而外 什麼都包含了 全地球都要關注 在評估的時候 恆子公司要幫上市公司評核ESG 會採取歐盟方面的標準 還是會採納更多不同的標準系統 好,謝謝Raymond 我想恆生指數公司大家認識我們 就是我們計指數 計指數我們是強項 當我們要做ESG評級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做和ESG評級的專家合作 市場上有很多不同的ESG研究機構 評級機構 我們自從2014年開始 委任了熟悉香港和中國內地市場的香港QAA 香港品質保證局 為互聯互通Stock Connect之下 2000間的港股和A股 做ESG評分 這個可能很多人都聽過 對了,所以 因為QAA 剛才Raymond你問了 我是不是用歐洲標準 還是什麼標準 我們就是用一個本地的標準 希望它對我們的市場特別認識 基本上這個評估 我們是基於七個核心標準的 包括環境、努力行業、公平營運、實務、社區參與的發展、人權、消費者議題和企業管制 其實就好像剛才Raymond這樣說 ESG基本是整個地球的事情都關係 所以我們就嘗試把東西分開做七個Core subject去看 其實透過這七個subject平原分之後 我們就知道什麼公司做得相對的好 哪些是做得不太好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ESG評級去做一些ESG相關的概念指數 剛才說透過那些方法去觀察一些上市公司 在ESG核心指標當中做得好不好 其實那個持續性又如何去看呢 持續性亦都是要看評選的標準 譬如當我們去看一間公司的ESG做得好不好的時候 我們是用四個圍道去看的 英文就叫Plan Do Check Ads 第一我們看他有沒有策劃 有沒有策劃在ESG的範疇裏面 他要做些什麼 他有策劃完之後 第二個圍道就是看他有沒有執行 OK 而第三個圍道就是檢查 你執行完究竟你做得好不好 OK 而第四個就是一個行動來的 就是一個Post Action Review 就是當做了所有事情的時候 檢討有沒有一些東西 可以在將來做得更好 去更加提升那個ESG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評分的方法 是一個循環來的 讓到其實這些公司 他會不斷地檢視自己的ESG表現 是將來做得更加好的 恆子公司上個月 8日才發佈這個2022年度的 香港及中國內地上市公司的可持續發展評級 這個可持續發展 都是ESG裡面的核心概念來的 是 首先我剛才講過 我們的評分就是看七個核心指標去看 每年我們都會幫公司去看一次 它最新的ESG的狀況 因為其實我們是很重視 每一間公司的ESG訊息披露 亦都會基於年報 所以每年做一次 而我們亦都見到近年有一個什麼不一樣 就是鑑於投資者對於氣候相關的 披露和碳中和的關注度 是不斷地提升 再加上其實香港亦都會在2025年 或者之前 是會實施和氣候有關的訊息披露要求 所以在我們今年的評估的時候 我們反映了 即增加了一些涉及氣候相關的訊息披露 所帶來的影響 和碳中和的策略等等的相關問題 我們希望這個ESG的評級 其實不是一個static的方法 是一個dynamic 隨著市場的關注點而變化 令到即時地反映到公司的ESGP 即是有一個動態的循環 是的 當然了 恆子公司教授的時候 亦都推出過一個 恆生氣候變化1.5度的目標指數 為何有這個概念 以及目的希望 在市場上帶出什麼訊息 如果簡單來說 這個指數是以碳中和為一個目標 我們為一些投資者 他是有興趣把氣候因素 納入在他們的投資組合裡的 一個參考基準 一個benchmark 所以投資者在做投資的同時 亦都可以顧及他們公司的碳中和的目標 這個指數是參考了歐盟的巴黎協議一致基準 即是Paris Alliance Benchmark 我們就希望鼓勵一些資產公司 建立可以減少碳排放的投資組合 希望全球的氣溫升幅 限制在不超過工業發展水平的1.5度的範圍之內 而在投資市場方面 其實我們最近都見到很多的基金公司 越來越關注這個氣候變化的影響 我們見到海外也有一些基金的經理 他是公佈了轉移超過港幣 可能是1000億元的資產 去一些歐盟氣候轉型基準的指數的ETF 所以你會見到全球 對於climate change的關注 是不斷地提升的 但是指數用恆生的大中型股指數為基礎指數 要成為指數的成份股 有做發展商的有做金融的 那怎樣用些什麼元素去 令到可以成為成份股的一些因素呢 好似Raymond你這樣說 其實做一隻指數 有很多的Stakeholders 我們會嘗試理解不同的Stakeholders 的考慮 制定一個指數的目標 Index objective是什麼 譬如剛剛你提到這一隻指數的話 其實我們的目標就是很清楚是碳中和 還有是希望幫助到大家做投資的 所以這一隻指數 恆生氣候變化1.5度目標指數的起點 我們是恆生大中型股可投資指數為一個基礎 意思就是那些股票首先要是大中型 亦都要是turnover有一定的程度 才可以幫助到大家做投資 跟著在這個基礎指數 因為這隻始終是一隻ESG指數 以及是考慮那個climate 我們會剔除一些和這個主題 表現可能是比較信息的公司 我們什麼叫做表現信息 或者在這方面的表現有些保留呢 就是如果它是違反了一些可持續發展 相關國際指引 又或者它是涉及了和一些 和一些可持續發展目標 有抵觸的產品或者服務的成份股 譬如它可能是違反了UNGC 聯合國全球契約的原則 或者是OECD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 跨國企業的指引等等 這些成份股我們都會拿出來的 拿出來之後做指數 亦都有另外一個環節 就是怎樣去檢討比重 而因為這一隻指數 是說用碳為一個起點 所以一般而言 這個指數我們是由碳排放強度來做weighting 如果碳排放越低的公司 權重是會越高的 即這個就是需要考慮的 是的 我們亦都是想reward成份股 它在碳排放方面做得好 而整體當我們考慮了 所有無論是成份股 比重等等的時候 我們希望這隻恆生氣候變化1.5度目標指數 比起原先的基礎指數 在碳方面 在溫室氣體排放的強度 是減少了50% 而平均每年也減少了7%的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所以一個投資者拿著這個portfolio 它大底上可以拿到香港股票市場的performance 同一時間它也有一個支持了碳排放 或者是碳排放相對低的組合 這個是不是正在做到幾周中島市場 又可以支持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 也是的 因為這個指數 我相信現在的市場 也是一個很需要披露的時代 訊息披露很重要 訊息披露很重要 所以作為指數公司 我們就嘗試在市場上收集了不同的數據 為了大家的investment objective 去做一個指數 讓大家可以投資 很多時候講理念 大家知道指數的理念 就是講碳中和投資香港 然後很多人很自然都會關心回報的問題 這個恆生氣候變化1.5度目標指數 它達到減碳目標的同時 其實它沒有犧牲到回報 我們看了過去七年數據 大概2022 vs 2015年 其實跟基準指數比 Annualize Excess Return 它的連發超額回報 都可以還有0.7% 所以我們希望投資者 同一時間可以兩隻必得 就是做到碳的管理 亦都做到一個investment management 而現在的企業生產一些新職位出來 專門要整天人去看看自己的營運 有沒有碳足跡 可以減碳 創造就業機會 但用什麼國際標準 去令到新指數 更加令到市場接受到呢 初步看為何兩電 還未納入這個指數的計算 行生氣候變化1.5目標指數 就像你剛才所說 其實市場有很多專人去收集了一些數據 我們的研究團隊 亦都擺了一個心機去研究一下 究竟一個香港怎樣的指數 才能做到兩樣東西 OK 這個是應該全香港首隻 專注於香港股票市場 亦都照顧了Paris Alliance Benchmark 的指數 這個指數基本上 好像剛才這樣說 它會將一些在ESG方面 我們有所保留的股票拿走 之後會調整它的比重 除了我們將一些ESG沒有那麼好的股票拿走之外 另外就是因為剛才都講過 我們會用它的碳去做一個weighting 而這個我們亦都希望幫助投資者去做投資 所以如果做完那個weighting的adjustment的時候 發覺有個別股票的權重是太小 可能是低於0.05% 我們都會拿走 總括來說 我會拿走一些ESG方面有保留的股票 亦都拿走一些比重是相對小的股票之後 其實總數我們是拿走了總共99隻 通常拿走的股票就會是基於這幾個原因 在這個過程裏面 有些ETF的產品又會出現 各司各法 怎樣吸引投資者去買 但是怎樣跟ESG相關的指數掛勾呢 又或者你看看市場的反應是怎樣的 對於這類的產品 我想恆子公司很積極去推出不同的指數 都是希望滿足市場不同的要求 在掛勾的ETF方面 現在在香港交易所 已經有三個用我們ESG指數的ETF 在香港交易所掛牌 當然我們是期望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都很鼓勵市場關心多些ESG 而未來的發展方面 我們希望將這些ESG的策略 因為如果我們試過是成功的 我們希望是由港股那裏擴散出去 我們會嘗試將類似的ESG策略 看看可不可以落到中國內地的A股指數那裏 亦都會我們會加多一些其他的ESG 或者是低碳的元素 去滿足投資者對於ESG 或者是氣候投資等等 越來越多元化的需求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ESG的投資不是只有一個方法 有很多 有些可能會喜歡用 positive way 有些可能會用 negative screening 有些可能喜歡用主題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 即各式各樣都有 各式各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作為指數公司 就是嘗試提供不同的指數方案 去協助不同投資者的需要 我們回顧我們恆生指數公司 在2010年已經推出第一隻ESG指數 其實都做了12年 之後2010年之後 我們是不斷推出不同的ESG指數 去滿足不同人的需要 到今天我們總共有18條的ESG指數 亦都包括了不同的策略 希望這件事亦都給予到 投資者一個簡單方便的方法 去理定他們的ESG投資策略 想問一下現在所有追蹤 恆子ESG指數的ETF 指數基金或者強積金管理資金的規模 如何看待市場的發展趨勢 如果我們看AUM的話 現在追蹤我們ESG指數的AUM 其實已經去到有60億的港幣 我們見到近年的速度加快了 現在看回香港市場 我們有五個不同的ESG基金 包括有ETF指數基金或者MPF的產品 都是追蹤我們的ESG指數的 裏面亦都包含了一些有證監會認可的ESG基金 因為這都是Adress的Raymond投資來講的 有沒有Greenwash 是不是你說是ESG就是ESG呢 另外一樣就是也都有一些ESG基金 亦都被MPFA納入去ITCIS的範圍裏面 希望在MPF大家做退休安排的時候 亦都可以涉獵到ESG的投資 剛才亦都問到展望將來 OK 我們預計 其實會越來越多的投資者 是會對這件事有興趣的 這件事是一個證據 可以是來自大家見到 UNPRI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那裏 越來越多簽署者 那些簽署者 其實簽署了下去 它就是承諾 而且它是致力於在他們做investment的時候 會處理減碳ESG靜齡等等的事情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覺得是非常之樂觀 ESG的方向應該會越來越多的追隨者 那這個追隨者的同時 怎樣教育投資者 要去辯解 了解這些ESG的相關概念 這方面是十分之重要的 不是每個人都讀過Degree 怎樣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容易掌握到 數據背後的含意 以及在投資的時候的考慮 第一 我想做這個教育的 就是也都靠大家傳媒 大家怎樣去多說一些ESG 或者找多一些不同的ESG的人 來一齊幫忙 你們又想來多說一些 對 大家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是需要共同努力的 發展未去到一個很成熟的階段 仍然是一個努力中的階段 對於大部份的投資者來講 對ESG的主題可能會比較熟悉 因為簡單易明 他們聽到電車 清潔能源 就會知道這些就是ESG 因為這些一聽就已經明白 比較容易理解 但實情運在不止 是的 但如果你一講ESG 你整個Social一個Governance 其實是怎樣去quantify它 那裡就會是一樣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們恆子公司也都在投資者教育那裡 是不斷地去作出一個投放的 我們跟QA做完的ESG rating的時候 我們也都有將這些數據 公開放在我們的網頁上 甚至乎我們也都是跟交易所合作 放在它的ESG平台Stage那裡 我們希望投資者更加容易去分別到 哪些公司的ESG做得好 還有做得是需要更加多的改善的 我們亦都有不同的ESG看物 希望可以令到不同的投資者 對ESG的意識和了解更加多 想認識 想了解多些 其實都真的幾容易找到資料 大家可以做一下功課 是的 還有我覺得 現在的趨勢是新一代 我見到有些學校 亦都會有教導大家 17個UN的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我相信這些教育需要一些時間 但如果你由下一代已經開始 我相信不久的將來 ESG將會成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 那S和G要量化很困難 投資者方面都不太清楚了解 究竟是不是企業要 比如男女職位 今天毛小姐來到 CEO 少數的女性 中環的領袖 日後是否要評估這些機構 這些比例 這些都是一個方向 是的 我想ESG最重要的就是訊息披露 我們怎樣由一些訊息披露 轉回它做一些數字 由那些數字再轉數一個評級 去讓大家明白 在這方面 恆子公司會繼續努力 做多一點的ESG rating 和ESG指數幫助大家 接下來的恆子公司 未來的發展方向是怎樣 在這方面 在這方面 我們會繼續放多一點的資源 做多一點的Education 和指數的發展 還有我覺得做完的指數 除了給大家看之外 最重要是幫助大家做投資 所以我們會繼續努力 和不同的Stakeholders去交流 希望有多一點的ESG投資產品 無論是ETF 或是Structured Products 幫助大家 好 今天多謝恆子公司 行政總長梅遠文 Anita 多謝你 謝謝 所以大家感到很好的 腳打電視